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将在今年520就职 而央行是以照惯例来发行总统副总统的纪念币 不过您可以想象吗 现在我手中的这个纪念金币 它要价7万2000元 创下了时尚新稿 金光闪闪又有纪念价值 纪念金币价格只有更高 没有最高 含金一英两 橙色9999 面额2000元 上限一万枚 每人限购一枚 银币则是每银1800元 每人最多申购五次 以前都是有预购 然后也可以在柜台去申购 我们这次全部产预购登记 不开放零柜购买 只是这次纪念金币真的有在贵 看看过往同样都是含金一英两 菜籁配金币五万六 英人配四万八 马无配五万四 马销配则是三万二 央行说实在是因为国际金价飙涨 近期一盎司已破2150美元 还要再加上铸造等支出 而以虾皮上来说 历届像是陈水扁 吕秀莲 李登辉连战等总统纪念币 最高卖到十万 但也得看有没有人要买 而今年是否也买到赚到 总统套币以往来说 基本上都是跟金价在走 增值的空间其实很小很小很小 大家假如要买来投资的话 可能要谨慎一点 吉必尚老板说明 总统纪念币没有增值空间 银楼业者也说 转手价十万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炒作 要是以纪念币含一英两去推算 到银楼卖 收购价约六万五到六万六 而直接到银楼去买 一英两则是七万元 民众要出手转卖 可得多想象 TVBS新闻王翔江慧仙 台报道